我真的老早就想试试这款基督山三明治了 这远看向软糖 侧销丝猪排 拿起咬一咬 人间美味吃多少 先来三片吐司 帮它去个边 哎 不能浪费 回头还能办个沙拉 火腿知识片呢都是标配 不过韩国版本的重头戏啊 就是这个草莓酱了 刚开始我也觉得 往咸口三明治里混酸甜草莓酱 简直可以列入人类迷惑行为大赏了 不过我试了几次 你别说还真可以 咸天碰到一起 鸽子的优点都会被放到最大 反正就俩字 真香 至于这个为啥叫基督山三明治 我特意去上网冲了个浪 其实这名啊 是美国人给起的 它的原版呢 是法式三明治 至于它跟基督山伯爵 到底是个啥关系 根据我不成熟的小猜测 我觉得啊 就是美国人脑洞开太大而已 然后我做的这个呢 是韩国Cooking Tree的版本 又被韩国本土画了一下 正宗肯定是不正宗 然而对于吃货来说 它的身世并不重要 好吃才是王道 最后加点黄油 煎到六面金黄就行了 容我赞叹一句 这种方法做出来的三明治 也太美了点吧 这仪式感给它99分 都不怕它骄傲 一口咬下去 我又要做事两行了 脾脆心软 咸甜慧 简单易学 还不累 人间美味之多少 三明治啊 老相好 最后配上一杯牛奶 周末完美早餐 就它了 安排